我小气,知道吧 对于感情方面来说的话 大家人人都是自私的,知道吧 人人都是自私的 所以不要说我小气鬼,知道吧 来到你们头上,你们也会这样子的 比如说你心 就是特别在乎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就是说 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心会崩溃的,知道吗 所以这直播间里面的叔叔 还一个个机没 现在2800多个人 都是应该谈个朋友的 知道吗 那应该都逗我,知道吗 不是说表白一句话的事情,知道吗 我想让这个人 就是心里眼里都是我 我是想好豪大大地做人 连他父母,连他的家人 亲戚朋友都要认可我这个人 我才会去跟他表白,知道吧 我现在 我现在怎么去表白,对不对 现在他都 这样子对我,我怎么去表白,是不是 所以你们要理解我 好吧,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来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如果觉得阿伟说的对的 阿伟做的对的 咱们就给我扣个一好不好 给我扣个一,我看看支持阿伟的有多少 对吧 我相信现在直播间里面80%都是阿伟的粉丝 那么你们觉得阿伟做的对的 阿伟说的对的 就给阿伟扣个一好不好 我看看有多少 我也是有我的脾气的,知道吧 因为我也是,我也是一个大男人 对不对 我也不可能就是去做一些 做一些 就是不会做那些制造都起的 这不管 咱们平时交朋友也好 或者就是 交朋友也好 或者谈男女朋友也好 那肯定是要对方要认可 对吧 我不可能去勉强 勉强一个就是不想 不想那种的 对吧 算了 你们说了算 对吧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有个男的在他身边的也是你们说出来的 哦 现在 说我小气鬼也是你们说出来的 那你们说 我怎么办吗 我到底踢谁的吗 你们到底是谁说的才是对的吗 啊 我我我回去了吧 那我 我就下包了 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我就回去了吧 你们 你们希望我回去 还是希望我去找阿子 来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给我一个建议 我去找阿子的时候 万一有 他旁边有个男的 让我们两个 搞起来了 怎么办 对不对 他们是骗我的 那到底是骗我的 是说的是实话吗 你来我提你们的 你们就说我去找 现在去找阿子 还是还是回家 你们叫我回家 我就回家 我就回家了 你们叫我回家 我就 这谁啊 不是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说你在城里吗 不是你 你怎么过来的 那叔叔阿姨妹都说你在这里呀 不是你 我在这里我比了是去找你的 然后不上来啊 然后你电话也不接 完了以后你你 你直播刚才有个男的 那个男的是谁 我直播机真的没有男的 你干嘛就不相信我吗 真的没有 那叔叔阿姨妹都说 你你直播机有有有个男的 真的没有 叔叔阿姨妹是不是 我我直播机真的没有男人 真的 就我一个人在那里 然后今天我妹妹她一去 那个 呃 她说她投选过生日 然后她下午就没有吃饭 就走了 你确定是你一个人吗 真的是我一个人啊 你无论我了阿伟哥 不是我刚刚有点 给你带点期许不好意思 那我我我也不知道的嘛 我也没看到 真的我直播就要没有人的 你干嘛这样说吗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我怎么会骗你 阿伟有黑匪 那刚刚那些是黑匪说的吗 他们是故意说的吗 那我就认识阿传哥你们两个 然后阿传哥他这几天都没来了 哦我就不认识男人了呀 你干嘛这样说 刚才有好几个叔叔阿姨 都在我直播间说 有个男的和你一起在那直播 然后他们还说是阿传 然后我就心里面不高兴了吗 我就稀奇不好 因为我跟你打电话 你不急 你看下着雨 我从那么老爷的跑上来找你 我知道 但是家里真的没有男人 真的吗 那那是我误会你了吗 是不是我误会他了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我真的是误会他了吗 我家里真的没人 叔叔阿姨吗 真的没有 你你你还在直播吗 我叔叔阿姨们 他们都看得到的 刚刚我家里 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 你可以问他们 来那叔叔阿姨们 我我刚才可能是黑肥吧 还是反正有好几个人这么说 那你们说 如果说你你进来坐吧 那没事 你在直播吗 对 我我不直播 我怎么知道 阿伯哥 我家里真的没有人 我跟你说 我不直播 我怎么知道 你你跟你跟男的在一起吗 我怎么知道吗 你又说 你看真的没有人 我家里真的没有人 就是因为叔叔阿姨们 这也说了 我我才相信他们的话了 知道吧 叔叔阿姨们 你跟你们跟阿伟哥说一下 我家里刚才有没有人 你们 我们四千五百个人 跟阿伟哥说一下 好不好 我们 我家里真的没有人 刚刚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 然后我们四千六百个人 给叔叔 叔叔阿姨们 给阿伟哥说一下吧 我说他不相信了 唉 叔叔阿姨们 如果刚才真的没有一个男的跟阿姨 嗯 因为我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 有 有自己的想法的一个男人 不是阿伟哥 小气 是因为我不知道刚刚为什么有人在阿伟哥的直播间说我家里有个男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们 我们四五千个人跟阿伟哥解释 要把你们去说一下 真的没有人 家里真的没有 真的只有我一个人 叔叔阿姨们 叔叔阿姨他们都是扣一的 真的没有人 叔叔阿姨们 我虽然 有点自私 但是呢 这 这个 化成你们 你们也会这样子想的 知道吧 毕竟如果有个 有个男的真的在他身边的话 我 绝对不会打扰阿子的 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 这大我上的一个男的在他身边 那我肯定是会想多的呀 对不对 谢谢叔叔阿姨们加入粉丝团 来叔叔阿姨们给我加入一部粉丝团吧 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 阿伟哥他也误会了 我也没办法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有些人给阿伟哥说我家里有个男人 我说也说不清了 太小气了 不是我小气 给你们加入粉丝团 你希望 给阿姨加入一部粉丝团吧 谢谢叔叔阿姨们 谢谢 然后给阿姨点点赞好不好 给阿姨点点赞 然后也给阿姨加入一部粉丝团 来我们四五千个人给阿姨加入一部粉丝团吧 来谢谢你们 感谢叔叔阿姨们 谢谢 然后阿伟哥也误会了 我就是 你带我去你家看一下吧 走 如果说没有一个男的话 我就 我就 你说我叫我干嘛 我就干嘛 好吧 如果有一个男的话 我真的这么不相信我吗 不是我不相信你 因为叔叔阿姨们都这样子说 但是阿伟哥我真的没有骗过你知道吗 那我也没有骗过你啊 我说真的没有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是不愿意带我去你家看是吧 我不是不愿意 但是我真的没有 好吧那我 不去了 走嘛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走嘛去看嘛 走 你不愿意带我去看 你就不去了 我真的不愿意带你去看 我是真的没有 走嘛 没有 但是我去看了 我心里会说肥姐吗 对不对 走吧呢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我带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因为刚才我直播间 很多人说他身边有个男呢 然后呢 我带你们去看 如果没有一个男的话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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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们说的 好的意思 你们说的 好的意思 你们 我带你们去看吧 好吧 唉 他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们说 有吗 我哥哥 你不相信我的话 上去看嘛 你不相信我的话 就上去看嘛 哎呀 也不是不相信你了 但我就 就觉得就心里面 就 就不踏实嘛 就感觉 叔叔阿姨妈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是不是 我干嘛不承认 阿伟太小心眼了 那我就不去了吧 叔叔阿姨妈都说我小气 那我不去了 那你为什么这样误会我 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误会我 我也没有 你为什么要这样 说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也不是 不相信 也不是不相信 那你 这样子吧 你回去吧 那我 我就不去了 好吧 好吧 你去你 我没想到我跟你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你知道我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吗 我 我干嘛 要把发个男的在我家里吗 不是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误会你知道吧 因为他们都这样子说 我以为是真的 所以我当时就有点 有点煞火了吗 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真的是 阿子 阿子 你们说 你们说都是我的臭吗 是吧 对 都是我的臭 我又回去了 就这样子 都是我的臭 对 因为你们觉得 刚才在我直播间 你们说 说阿子 旁边有个男的 也是你们说的 然后现在呢 又说 我是小气鬼 也是你们说的 知道吧 他现在 他也不理我了 走了 对吧 那现在 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一个男的 在他身边 我也看不到 对不对 黑粉收的吗 我错了 到底是谁说的吗 来站出来 直播间 哪个人 哪个人 说的 你们说现在该怎么办 刚才 这谁说的 刚才是谁说 有个男的 在他旁边的 谁说的 这个人站出来 我看一下 你是故意说的吗 还是真的 有个人 你看到有个人 在他旁边了 是你说的吗 谁说的 对不对 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吧 那说清楚吗 对不对 这怎么可以 说是有个男的 在他旁边 我跟阿子墨 吵架了 那你们就高兴了吗 对不对 你们知道 阿子墨 跟我们两个认识 已经两个多月了 从来没有 不开戏过 从来没有吵过一句架 知道吧 刚才我以 心情有点不好 你们也知道 我跟他认识 这么两个多月 对吧 都是从一步 一点点点 钉钉的 走到今天了 那么突然 有个男的 在他身边 我会开心吗 你们觉得 是不是 我会高兴吗 来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如果觉得 如果觉得 阿伟 阿伟 阿伟做的对的 对吧 咱们就 就扣个一 我看一下 扣个一下 有多少人支持阿伟 屏幕上扣个一 好不好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 你们都 你看 你们都不支持我 你看都没有人扣一了 这什么意思吗 那都是我的错了吗 那说 说有个男的在他旁边 也是你们说的 然后呢 嗯 然后呢 又说我小气鬼 叔叔阿姨们 我真的是误会他了吗 如果说是真的 我误会他了的话 来 你们都看到了 他身边没有一个男的 然后我真的是 我阿伟真的是误会了他 那你们 就给我扣个一 好不好 我看看有多少 给我扣个一 好不好 屏幕上给我扣个一 如果说我阿伟真的 误会他了 然后我 我只有 去给他盗窃了 知道吗 好不好 如果说我真的误会他了 他身边真的没有一个男的话 你们就给我扣个一 我看看有多少人扣一的 然后 确实误会他了 然后我 阿子哭了吗 那真的是我误会他了吗 那你们就扣个一 屏幕上扣个一 好不好 我看一下 有多少人 我是不是真的误会他了 他真的哭了吗 那你们说现在怎么办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们说怎么办 我去找他 给他道歉吗 还是 还是直接走了 但是走了的话 那我跟他就结束了 就这么结束了 我也有点不甘心 你们说我就这么走了 还是要 要 要去找阿子墨 给他道歉 他哭了吗 那你们说怎么办吗 我 我直接回去了吗 还是去给他道歉 但是我刚才确实我相信了 知道吧 来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如果说 如果说 让我去找阿子 给阿子盗窃的 就扣个一 好不好 我看看有多少人 多少人扣一的 让我去找阿子墨 给阿子墨盗窃的 就怎么 就扣个一 好不好 好不好 屏幕上就扣个一 我看看有多少人 如果有大多数人 那人都叫我去给他道歉的话 我就去给他道歉 好不好 来 所有人屏幕上扣一 好不好 感谢点赞 来 感谢点赞 谢谢哥哥 姐姐叔叔阿姨们 来 阿伟 你们支持阿伟的话 阿伟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因为我 我肯定也 肯定也把四起搞明白 知道吧 不可能去误会他的 如果说我真的误会他的话 我绝对会去给他道歉 知道吧 因为我也 我也不想不明不白的 就这么结束了 知道吗 我跟他 两个多月的 这两个多月 可能 你们 你们觉得这两个多月 也时间也不算久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 这两个多月就像 认识一个人 就像认识了两年一夜 真的 因为每一天 每一天的点点叮叮 真的 说实话 他们这个村里 我跟你们讲 我都已经跑了无数遍了 我都不知道 这两个多月 就是一天上上下下的 在他们这个村里 从县城到这个村里 都一天 一天跑几趟 都不知道 这两个月 都跑了几趟了 知道吧 跑了多少趟 我都 我都死不齐了 所以你们可能觉得 我跟阿子墨 就认识了两个月 两个多月 也不算很久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 这两个多月 已经很久了 就感觉 就像认识了两年一样的 点点滴滴 每天跑上跑下的 知道吧 所以你们要理解我 知道吧 刚才我一提到 就是有个男的在旁边 而且加上他又不接我电话 我真的是 是这个气 就上来了 知道吧 然后你们又说我小气 其实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 知道吧 我也是一个有格局的男人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 我 我真的 这个格局 真的没有办法去那种 去控制 知道吧 所以你们要理解我 到现在的话 如果说 刚才是我真的误会了他 那么我肯定是要去跟他道歉的 而且我也要去 把这件事情 就了解清楚 知道吧 我不可能就是不明不白的 就替老铁门说 他旁边有个男的 我就这么算了 知道吧 这样子的话 我这辈子也会后悔的 所以呢 现在来多的不说少的不闹 如果说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觉得是 觉得是我误会了阿姊墨 然后让我去给阿姊墨盗窃的话 你们 你们有多少人 希望我去给他盗窃的话 我就去给他盗窃 知道吧 那我现在就跟他去 去给他盗窃 但是你们得要 你看现在直播间 直播间有三四千个人 你看 也不跟阿姨哥哥点个赞 那么说明你们是不支持我的 知道吧 至少要基属方面要支持我 对不对 不要求你们给我送个什么礼物 但是你们至少要给我呼吸 对吧 屏幕上点点赞 基属上要支持阿姨哥哥 对不对 那我也才有这种基属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去面对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知道吧 你们也是大多数都是关注了我的 所以呢 就我们就一家人那种 然后呢 就一个团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现在呢 就是也希望你们现在点赞才4万多 希望你们给我点赞 给阿伟哥哥点赞 直接给我点到10万好不好 点到10万我就直接去找他 合不OK 点赞给我点到10万 我直接去找他给他道歉好不好 你们你们也你们就反正你们快点给我点到10万 我就快点去什么时候到10万什么时候去 好吧 我一直以来也是没有骗过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说一我也不会说二的 知道吧 那么既然你们都说我我误会了他我肯定去找他说清楚对吧 给他道歉 如果真的误会了我就会道歉的 我不是小气鬼 不要这么说 知道吧 你们要理解我 但你比如说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啊 就比如说你你们现在直播间男孩子也比较多 你们很喜欢很喜欢一个女孩子 然后呢跟他就是说嗯好不如意的那种走到那么一个点 然后呢突然他不接你电话 然后加上他旁边跟着一个男的你们会怎么想 对吧 换位思考吗 所以不要先先不要说是我小气对吧 他如果我真的误会了他我的错 我肯定要去给他道歉的 知道吧 所以你们要理解我 知道吧 来感谢点赞 什么时候点到10万 什么时候去 还有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啊 这都是咱们都是认识了那么久了 对吧 你们也给我加入一下粉丝团 阿伟哥哥不要求你们什么 对不对 但是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哥哥这个粉丝团 现在我看你们给我加入了粉丝团我我我也会就是说把你们搭一家人 粉丝团现在现在是50个你们给我加入一包粉丝团好不好给我加入个100个粉丝团 好吧 100个粉丝团我就直接去找他了好不好 可以吗 就花个一毛钱 不要求你们给我收什么礼物 就花个一毛钱好不好 一毛钱给阿伟哥哥加入一包粉丝团 我就直接去找他好不好 来多的不说少的不老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给阿伟加入一个粉丝团好不好 我不OK 给阿伟哥哥加入一包粉丝团 不用送礼物了 不用送礼物好不好 我只希望你们给我加入一个粉丝团 给我给我点个灯牌好不好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姐们 咱们也认识了这么久了 你们关注阿伟也这么久了 但有些还没有给我加入粉丝团 加入了粉丝团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 知道吧 以后阿伟阿伟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知道吧 那么我也帮你们带一家人 你们也不要让我失望 对不对 就简简单单的花个一分钱 一毛钱给我加入个粉丝团了 就可以了好不好 你们帮我带一家人 我也帮你们带一家人 知道吧 那么现在阿伯哥哥 我直接说你们放心 我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因为你们很多都是看阿兹过来的 知道吧 所以我的臭我肯定会给他道歉 知道吧 来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直接给阿伟点一包粉丝团 好不好 现在还差50票 来还差50票 直接给阿伟哥哥点一包50票的粉丝团 好不好 给阿伟点一包灯牌 粉丝灯牌好不好 来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给我点一包粉丝灯牌 对就是右上角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对 这里有个勾勾 看到没有 有个勾勾 点击去 点击去之后呢 点击去之后呢 你们就就加入那个粉丝团 好不好 息息个个几句 舒适一门 加入个50个50个粉丝团来 就花一毛钱 把阿伟加入个粉丝团好不好 息息个个几句 舒适一门 加入过后 我们就直接去找他 好不好 来 感谢啊 感谢 看人吗 你们给我先加入一包粉丝团 好不好 然后我直接去找阿姨沫 给他道歉 我也只有低下头了 因为有事 我误会了他 那我只有低下头去那个了 没有办法 这个地方啊 右上角这个 滑色的这个勾勾这里 这个地方对 这个地方点击去 给阿伟加入个粉丝团好不好 来 叔叔阿姨 哥哥 姐姐们 那你们是不把我带一家人 是不是 对不对 你们把我带一家人 给我加入个粉丝团 花个一毛钱 你们都不愿意给我加入个粉丝团 对不对 我把你们带一家人 你们不把我带一家人 这有什么意思吗 这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那搞了八天 你们都不 你们 你们都不舍得 我也不要求你们送礼物 对吧 我一天 上上下下的 拍阿姨给你们看 然后我自己也 就不提的那种 对吧 把你们带一家人 你们给我一个 加入个一毛钱的 粉丝团都不愿意加入 对吧 我是让你们加入我的粉丝团 后期就是我直播也好 发照片也好 对吧 都会提示到大家 是这个意思 知道吧 不是说怎么样